哈喽观众大家好 我是R1VR姐夫 大家有印象的话 上一年年播我做过一期 关于星际魅族智能眼睛 MyFu的体验视频 当时是非常喜欢这轻便的造型 所以做完节目后 还一直保留着 除了平常会用来做提示器 日常出外玩 也会带着当做墨镜使用的 而最近星际魅族把眼睛升级了 这是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Starway Air 2 还发布了观音眼睛Starway Feel 和智能戒指Starway Ring 2 所以这三样新品 到底有些什么用途呢 Starway Air 2 跟上一代MyFu相比 有什么提升 我都会在今天这期视频 跟你分享一下的 那我废话不啰嗦了 直接开始吧 开始前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 会搞不懂 Starway是什么来的 跟魅族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是星际魅族 在9月中旬新推出的 智能穿戴设备品牌 在北京发布会上 我现场轻度体验了一下 Starway Air 2 当时已经觉得 相比起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MyFu Starway Air 2 更加像可以日常佩戴的眼镜 而这几天当我戴上后 更再认定了我这想法 首先正面的金框 向下变窄了 同时还保持流畅曲线设计的 海欧型金框 更适合大多数人的脸型 整副眼镜也改了磨砂质感的喷涂 再上镜腿用上腰线设计 显得更加时尚 这些外观上的变化 在PPT或者视频上看 可能不太明显 但一拉上手对比 就马上感觉到品质感 而且妹组很明显有听过 我们MyFu中度用户的声音 在Air 2上 加上很多改善型设计 例如金腿末端 改为顿角设计 没那么容易挂脸 USB吸口的位置 从金腿下方移到金腿末端 插充电宝长期使用时 会显得更加优雅 MyFu容易悟出的触摸金腿 改成物理滚轮按键 操作上可以更加精确 金饰金片不再需要用螺丝刀 把StarV小片片拔走后 就可以直接插入 这种插拔设计 让更换金饰夹片的过程更便利 终于可以随时取出金片清洁了 这些都是要用过MyFu后 才感知到的升级 你觉得我戴上StarV Air 2的造型好看吗 当然AR眼睛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显示 虽然A2依然是用大律师MicroLED 加眼色光波岛的光学方案 不过跟上一代相比还是有些小进步的 首先是镜片 用上了超薄钢花玻璃 取代了数字镜片 比传统的镜片更清晰 而这个眼色光波岛 相比起MyFu也有改进 彩虹纹路明显减少了好多 在长光环境里 对视线不再有太大的干扰 另外大色光机把体积做得更小了 同时能耗更低 而且右眼峰值亮度最高可达到2000尼特 新增的光线传感器 有20级亮度自动调节 从室外极亮的空间 走入室内时再也不会亮傻眼啊 不过这一部分很难在视频里表现出来 建议到魅族线下店亲自试试 还是相当不错的 照顾上除了刚刚提到的滚轮加电源 两个物理按键外还支持语音手机触摸板 智能指环 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语音交互升级了 反应速度变坏而且更灵敏 小西小西 把音量调高一点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用语音有点尴尬 这个就见仁见智啦 你会更喜欢哪套交互模式呢 AL功能的升级也有不小 其中我比较喜欢新增的帮我记功能 用语音交出AI助手帮忙记下任何事情 例如一些创意灵感或者待办事项 帮我记一下 今天要去取快递 记录完后可以到手机MyFuel App里查看信息记录 挺方便的 也可以充当会议助手 双击电源键快速开启现场录音 今天我要去提取Metacrest 3S 还要拍一个开箱视频 录完后在手机App里还可以一键转写文本 方便总结和编辑 当然提词器依然是我重点使用的功能 而经过快一年的迭代 提词器新增了不少新功能 首先是提词器的位置 可以自行调整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这样眼神就不会显得很怪 所以这三个新品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StarV AF2跟上一代MyFuel上比有些什么提升呢? 而且字型大小也可以调节 方便的不小 但不一定所有人跟我一样需要提词器的 所以你也可以导入TXT格式小说 随时随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至于另外一款眼镜新品StarVFuel 看着外形好像有点时尚 其实这是投屏眼镜 跟市场上的BirdBeth光学方案眼镜一样 插上支持DP输出的设备 就可以同步把画面投放到眼前 例如iPad或者手机 用来观影还不错的 在发布会上还说能在车上使用 不过这一部分我在现场就没有试到啦 而智能戒指StarV Ring 2 除了能控制眼睛与手机外 还可以替代智能手环 对身体数据进行监测 例如可以测血糖 接触紫环进行数据测量 并结合大数据对比进行AI分析 号称准确率有80% 有点厉害的样子哦 总的来说 这次星际魅族发布的StarV三件套里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StarV Air 2智能眼镜 比上一代眼镜更轻便时尚 还听取中度用户建议改善的不效通点 显示亮度更高 而且有自动亮度调节 功能方面现在帮我记 应该是更多人会用上的功能 而不只是一个摆设 主打信息歧视类场景 同时用上AI大模型 做辅助正常功能性 而且只要手机能安装MyFilm App 就可以连接使用StarV Air 2 视频的机型开始丰富起来了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 首先是没有了歧视墨镜片 不能一镜两镜有点可惜 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骗号 还有近视镜片 还不可以跟观播导做到一起 需要额外定做 自行插拔到眼镜上 导致外颜看起来在某些角度会偏厚一点 不过据我所知 星际魅族已经在研发三篇合一的技术 应该在威乐的产品线可以做到的 可以再观望一下 所以你觉得StarV Air 2、StarV Field、StarV Ring 2三件套里 你最喜欢哪一样呢? 有没有什么信息提示类功能 你觉得可以加到StarV Air 2里呢? 你觉得这种观播导眼镜还有些什么使用场景呢? 欢迎在弹幕或下方朋友去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 我会在下方朋友去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长王VR 一个集一块体验和应该照相的XR准备 到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